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想谈一谈这次我在6月底所参加的卢森堡会议 会议被称之为伊斯兰金融在欧洲 我还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任何一次会议上 看到如此积极的参与度 这不仅仅适用于企业代表 同时也有公共部门的代表 真的是很神奇 我认为这可以表明一个明确的迹象 即各个部分对这个问题都很感兴趣 因此如果查看伊斯兰金融所发生的所有变化 总的来说我认为大家分配了更多的关注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对此有了解的愿望 至于我想说的一个更能引发反响的新闻 就是在6月底 欧洲发布的首个伊斯兰债务交易工具 这是历史上首次非穆斯林国家发行伊斯兰债券 这个债券被称之为苏库博 英国政府已经印了2.5亿英镑的债券 这类五年期伊斯兰债券价格固定 而且不带任何佣金 有点类似于黄金小债券 但对于我来说 重要的一点是 这类债券发行量比认购量要少12倍 这是很惊人的 就以前债券发行的记录来看 可能会超越1.5至2倍 而非少12倍 我甚至在读过的一些资料上看到 认购债券量要高于实际发行的13倍 换句话说 现在对英国五年期伊斯兰债券有着巨大的需求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约有50%的英国苏库博 是被英国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 也就是说 他们将苏库博已经当成是英国债券的种类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伊斯兰金融 事实上 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上 这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卢森堡计划成为第二个发行债券的非穆斯林国家 计划发行的时间 应该是在今年的9月份或者是10月份 那么今年里就已经有两个非穆斯林国家发行苏库博 6月下旬 我还在米兰参加了一次 受意大利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暂时的会议 并发表了讲话 很多的观众都是意大利企业 市政部门和政府的借款人 此外 还有大型的公司和信托基金的代表 有一些从事房地产 资产估值达50至100亿欧元的信托基金 同时还有一些央行和财政部的代表 一般来说 创新开始于一个概念 之后需要进行讨论 比如英国就在讨论发行苏库博4到5年 并不仅是发行一次 而意大利人也开始讨论优化的话题 当局正在认真的考虑 如何将这些债券添加到自己的投资组合里去 未来的几年里 意大利将可能发布其第一支苏库博 例如西西里岛政府 持有300至400亿美元的国际债券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欧洲债券 而是美元的 如果西西里岛政府购买5年7美元债券的话 他们也可以购买伊斯兰债券 这样就有助于进一步多样化资本配置 总体来说 今年是伊斯兰金融行业很重要的一年 伊斯兰银行在欧洲市场的业务如何呢 伊斯兰金融行业发展始于90年代中期 又或者是许多人认为的2000年 伊斯兰银行部门建立在伦敦 首先就有Gatehouse银行 还有伦敦银行 其现在在中东地区也设立了办事处 同时也有一些较大的伊斯兰银行 在伦敦设立办事处 目前他们都经营得不错 上周我参观了一个伦敦银行 驻中东地区的分行 并与该地区银行首席执政官做了交谈 最近他们为中小型企业推出了资金流动的新方案 也就是说他们将集中关注英国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已经为这个项目确定了3500至5000万英镑资金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 伊斯兰银行业务在欧洲发展的相当成功 并不仅仅是在伦敦 不过欧洲是一个更大的单位 这里居住着4.5亿人口 伊斯兰银行的发展还有局限 瑞士没有 西班牙没有 法国也没有 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 卢森堡会议上 该国的财政部长宣布 他们计划颁发欧洲大陆的第一个伊斯兰银行牌照 这被称为欧洲伊斯兰银行 该银行将会在今年10月份 11月份开始工作 其业务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欧元 我个人知道 股东投资了一半的金额 即3000万欧元 欧洲伊斯兰银行 应该会成为欧洲穆斯林的资产管理中心 您是如何看待伊斯兰群体 在资产管理的现状呢 两年前 当我们创立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能相信 伊斯兰的资产管理方式 可以与传统的方式相竞争 但我们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使用彭博社的信息 并通过运用摩根大通 和瑞士信贷等机构 都借助的特别程序 这样一来 在不同低中高风险的策略组合 达到盈利 事实上 我们正在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律 努力重建资产管理模型 基于这一点 我们使用普遍接受的资产管理 同时共享数据源 和使用流行的程序 选择最合适的资产构建投资组合 此刻我可以告诉您 我们的所有投资组合 从2008年经济周期以来 带来了比传统投资组合更多的盈利 由于策略的支持 今年客户的净利润 分别是6%到12% 因此总体来说 伊斯兰的资产管理方法相当的稳定 真实且可靠 我也想补充一点 我们最大的市场是沙特阿拉伯 我们的客户中 有着该国最富有的一些人 同时我们还与机构投资者合作 今年以来 沙特市场增长26% 在任何国家里 人都喜欢先投资地方级别 然后再走向国际 但在有一些国家里 当地的市场就是如此的巨大 这样很难让客户放弃 当地市场而转向国际市场 对于风险和回报间的平衡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 选择风险较高的资产 相应的盈利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约翰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再见 拜拜